好 好 那我就開始囉 好 OK 已經開始計時 那個謝謝大家 就是首先我叫Jackson 然後其實我比較喜歡大家教我節課生 就是他比較親切 對 然後而且Jackson有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方言都不是很標準 說實話 講起來就滿丟臉的 然後那個我今天主要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 無論是在學業上面 跟我的質額上面做的幾次滿重大的轉換 那個轉換大概都是90度 或者是180度 或者是270度的轉換 那就是我看到就是大家 就是剛剛的自我介紹其實都講說 OK 也許有很多人現在是在找戲所的方向 或者是要剛畢業了 然後要準備找工作 那這些方向怎麼找 怎麼樣才是合理的 是我希望今天可以帶來給大家 我一點點自己走過的路 跟自己的心得 然後雖然不一定適用每一個人 但是總是可以因此激盪出一些自己 最適合自己的反思 那最後的話我想跟大家就是介紹 我現在最後決定是要自己來創業 那為什麼我做這個決定 就是後面的reasoning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然後你走什麼路其實也不最重要 當然你在每一次轉身的這個決定 你這個跨步的時候為什麼這樣子轉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非常喜歡剛剛而語庭講的最後一句話 就是everything is boring 那其實你在做每一次轉圈的時候 你都會在想說我這樣轉 那我前面的路到底是不是就白費了 其實沒有 就是nothing is boring everything is boring 好 那我順便打來一開廣告 就是我現在創業的東西叫U-rater 就是U-rater 好 那個希望就是他看起來是一個豪念的單字 希望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好 那首先我要謝謝就是焦點跟在座所有 就是讓我們今天可以在這上面講話 然後有一些就是head up想請大家包容 譬如說我是一個陌生人 然後那因為我就是人生當中有幾次的經歷 所以要跟大家比較完整的自我介紹 就是不好意思 我知道就是一開始就講不良愛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的個性其實不是太好 但是我覺得我在變成一個越來越好的人 那如果說我在講話的時候 有一些讓大家覺得不舒服的 例如我有時候真的會講說 這件事情我其實沒有付出什麼 然後我就得到了 然後 但是我講這句話不是就是要炫耀什麼 就是事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對人家比較刺激 對 就是有點討厭我知道 然後因為我要分享的事情太多 所以我會盡量的用最快的速度 然後有時候那個轉折會比較深入一點 就是希望大家包容 然後還有很多我想像不到的事情 別其他包容 然後所以一開始 我今天要分享的大概的流程是 一開始介紹我是誰 然後我經過的 無論是任何一種的career 在學校的或者在工作上面的 不同的路徑 然後最後我要告訴大家 想要分享教育的是 我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而且是為什麼 現在是做這個好 然後一開始就要走一些輕鬆的路線 因為我覺得我對人常常講話 講話之後就會很認真 很震驚 對 然後一開始 像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剛剛有幫我介紹 而我的高中是在中美洲念的 那中美洲就是 這個就是我高中時候住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我家 然後這個是我高中的一個合照 然後這個是校長 這個是台灣大使 這個是那時的總理 這個就是小弟我吧 跟現在是蠻不一樣的 對 我還蠻喜歡我以前長的樣子 那現在就走一個內心的路線這樣 然後 然後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我當時就是看起來應該是 就還蠻有知識性的 雖然說人在異地 然後其實我是一個人 去去外面念書的 就我爸媽把我跟我妹 我們四個人全假在一次暑假 出國去玩的過程 然後回程的機票 就他們就只有買他們兩個 然後真實故事 對 那不過還好就是我很喜歡 因為那個高中他們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壓力 我大概每天就是3點10分 大概3點半就下課 然後我從來不知道補習是什麼 我每天下午就是去打籃球 然後回到家念兩條的書 然後我的成績其實還蠻好的 然後那邊也有一個全世界第二大的珊瑚礁 叫做藍洞 那接下來我想一下我後來去大學念書的事情 我念的叫做就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al of Texas at Austin 然後所以他的這個鳥坎圖是 我有時候中文會講錯 鳥坎圖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福岡圖 然後我這個放在中間是因為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這一個人 他是NBA的球星Kevin Durant 但是他是我們就是 我們校時裡面就是籃球最強的球員 對 我很喜歡打籃球以前 好 對 那接下來講一下比較認... 就是OK 就是好 認真一點的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過程 大家聽我講就好 好 那我一開始在UT20年念的是生化系 然後接下來我到了中研院 我被我爸騙回台灣 然後到了中研院工作 我在一個叫做實驗動物中心的地方工作 然後我一進去就開始寫他們所有的SOP 因為要國際認證 好 然後接下來寫完SOP之後 我負責把他們實驗室的成果商標跟 取得商標跟專利等等的 然後我寫N個合約跟國際的授權 其他國外機構 那我之所以會寫到國際合約 還有商標專利等等的 就是因為我當時的英文好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法律背景 但是他們就把一份英文的合約丟給我 然後就叫我去搞定它 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一個二十二歲 二十三歲的人 然後我就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我不曉得大家現在二十幾歲 就是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我當時是不知道 但我現在比較怕的 對 待會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為什麼比較怕 好 然後在接下來的話 中研院之後我跑去政大 念了一個智慧財產研究所 因為我搞了一些合約專利這些東西 好 然後我的論文是寫LED製程 其實我在寫LED製程之前 就是我決定這個題目之前 我不曉得LED製程是什麼東西 就好像比如說我去動物實驗中心的時候 我不曉得動物實驗是什麼東西 原來是小老鼠這樣子 好 然後後來我畢業之後 我去了銀行工作 那我去了銀行工作之前 我也不曉得銀行在幹嘛 我純粹只是因為不小心被教訓面試 因為他看我是政大商學院的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那些僱主 其實不曉得你在幹嘛 好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機會 這其實是一個機會 然後最後我做了在競爭激烈的MI program 那個什麼儲備幹部的program的中間 我竟然就是分發到了一個競爭最激烈的 交易室裡面做trader 好 那這以上種種 其實最後講一下 做人好像最後都是要講一些東西 就是最後我負責的是 整間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 也就是說這整間銀行 大概上千億台幣 就是台幣 上千億台幣的資產負債管理是在我手上的 對 然後我每個月要像 譬如說等電視會走報告 好 然後最後後來我受不了銀行的工作 因為其實可能是以前在中美洲的文化 導致我其實每天在銀行工作的時候 我其實都很想要穿沙灘褲去海邊玩 我真的受不了就是皮鞋跟領帶 然後所以最後我辭職 然後辭職之後我就是去Alpha Camp 不曉得有沒有聽過 然後我就去學了iOS的APP coding 好 然後那三個月 那三個月真的超痛苦的 然後同時我又做了一些專案管理 然後我在學生的時候做了企業拚購 跟品牌型下這些就是名稱 但他其實我後來一些比賽什麼的 我都有拿一些比如說第一名之類的東西 不是很重要 好 然後在這些事情過後 我現在是指向六分鐘嗎 好 那在這些事情過後 其實我要分享給大家的是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這兩人書 一個是人生是永遠測試版 一個是Zero to One 那其實大家我覺得在找尋自己方向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一下這兩本書 不一定有絕對的幫助 或是直接的幫助 但是人生是永遠測試版這本書 我覺得對現在的大家可能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我自己的話是走Zero to One的路線 也就是說我從來不做一個測試 我都是直接運轉一個領域 那也就是因為我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常常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然後我就評測自己 覺得自己還算是聰明 跟大家一樣 所以我就會直接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不一定是好 也不一定是壞 那這幾本書給大家也許有點收穫 但是我最想告訴大家的是 無論你怎麼樣做你的AB還是CD testing 其實你都會抱 你一定會抱 然後所以不要害怕 但是不要害怕 你就要準備好 不管你 我很喜歡一個中文成語叫做焚高忌鬼 就是你就把自己燃燒 然後你的時間是沒有感覺的 做到那樣子你就OK 然後在你所有的 但其實你這樣做你還是會被看不起 因為你的表現會不如以往 你會表現很差 你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然後你會懷疑自己 別人也會懷疑你 懷疑整件事情就是一個錯誤 但是你要記得就是你過去的既有專長 絕對不如你的天資重要 更不如你的心態觀念重要 絕對不如你的動機重要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要先想清楚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決定了你的態度 決定了然後接下來你再運用你的天資 以及過去的既有專長 如果可以連接的話就也OK 如果不能連接的話 你就焚高忌鬼重新來一遍 說真的大家才20出頭而已 了不起就是you got nothing to lose 對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可能離大家比較遠一點 就是說你跨領域之後 你的表現可能會越來越好 如果大家焚高忌鬼 然後又有一些天資的話 那接下來你會不會就待在這個新的領域 然後過完你的接下來一輩子 我跟你保證不會 我自己就轉過N次的領域 好 那所以我們要有時候要想一下 或許不用想得太遠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心態就是 可能我不會這樣子就待一輩子 那接下來怎麼辦 如果說這個就是你這樣子的人 你就是對N件事情都有興趣 然後你待了三年你真的覺得你學夠了 你就離開 你就擁抱你的下一個 雖然說你會害怕 但是害怕是好的 然後擁抱這樣子的你 因為這樣子你真的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這個環境不會自動的對你非常友善 例如說我到每個新環境的時候 即使我在過去我都覺得我很厲害 但是我每到一個新環境 在前三個月我都被人家看不起 我跟你說真的 然後特別是在一個職場上的 激烈競爭的環境的時候 大家就是打壓你 不斷的酸你 虧你 但是我有就是你要告訴你自己 這些都是一個過度時期 然後最後你會成功 好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 像我這樣子的人找工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覺得常常到就是沒有一個工作適合我 那我想特別是我自己現在的認知是 大部分的職學將在十年 這句話還講得有點保守 可能應該是在五年之內就會消失 所以我以忠為始 大家聽過這句話 然後我現在覺得我要延結 許多跟我有共同看見的人 一起來做一些改變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接下來要來那個在創業的內容 好 幫我轉一下 好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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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 那往上的話 好 幫我滾一個就好了 好 所以我在跟幾個夥伴做一個平台 那再介紹一些非常新創 或者是很有理念 或者是有貢獻社會 就是社會企業等等的新公司 好 那這樣的顯示其實不是很OK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AIRSIC好了 有人聽過AIRSIC嗎? 沒有 它是中文叫中中簽名 對 有聽過 那其實它是一個台灣新創公司裡面 幾乎發展最有前景的一家公司 我想大家可以之後可以點進去看 好 然後那點進去公司介紹之後 我們其實是主要是希望可以 用影片的方式介紹 然後往下 AIRSIC空中簽名 先不要管他 然後我希望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公司介紹 跟他的質疑的 他的媒體的報導 那另外比如說先如仿 我們看一下先如仿好了 先如仿大家可能聽到的就比較多 那他就是一個有社會理念貢獻度的新創公司 那同時在那裡面 我們在文字上的說明 其實也會比較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這家新創公司他成立的故事 那他的理念是什麼 我們希望用這樣子文字的說明跟影像 跟影片跟相簿來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子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再往下 再往下 一個創業的樣子 好 那這些是公司理念跟創業故事 然後這邊會有幾個其他的那個影片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是先讓大家認識這些新創公司 然後在最下面最下面的地方 沒關係 給我管他 到最下面就好 然後到最下面的地方 我們才向大家介紹他有什麼樣的職缺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平台是希望 就是可以讓大家先認識這個公司 大家都在找自己的方向 那我希望可以大家先好好的認清楚 然後即使他的工作不適合你 但是你知道台灣現在有這樣子的轉變 然後再願意也許嘗試不同的機會 他的職缺 最後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專案文章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 好 好 好像時間到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